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现有居士 上一个视频我们去了河园 之后穿过皮士街,我们来到了东关街 这一区域总可以看到当地的老人 蹬着三轮观光车 他们一边登车,一边给游客讲述着这里的故事 你可以从东关街东侧的宋朝东门城楼走进来 慢慢去逛这条全长1122米的历史楼街 这里有近百家小店 有的店铺从1817年开设一直经营至今 白天的时候这里比较热,我们先去东关街里的各园逛逛 太阳落山后再回来逛逛热闹的东关街夜市 各园差不多在东关街东西两侧最中心的位置 这里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八大延商之一的黄志云的私家园林 被评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走进这里的厅堂 依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严肃与庄重 看看那些敞开的门 好像园内还如往日一样充满生机 各园内的碟史 由笋石、古石、黄石、轩石构成四季甲山 是中国国内独一无二的 这座连接两侧夏丘甲山的建筑叫做豹山楼 这里是园内室外风景最好的地方 大便的甲山都在这个区域 向北侧走 这里是品种竹观赏区域 可以慢慢欣赏这里的各种竹子 从个园出来 小店里吃了一份五福汤圆 五种颜色、五种口味 没想到居然超级好吃 夜幕降临后 附近巷子里的人都出来了 东关街也变得热闹起来 街边的各色小吃 各种小店、坛尾都活络起来了 夜里走在东关街 边吃边逛 再惬意不过了 而此时在东关街的西侧入口 一避开电动三轮车的老者 也在这里等着接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